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从新冠大流行病期间的跌落反弹 这得益于来自印度的学生猛增了35%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非盈利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研究结果 美国境内国际学生人数2022到23学年增长了12% 这是40多年来的最大单年增幅 有100多万学生来自海外 这是2019到20学年以来人数最多的 将近26.9万来自印度的学生在美国院校就读 人数超过以往多数是来攻读研究生的 经常是科学、技术和工商科目 在留美外国学生中 中国学生仍然是人数最多的 有29万人 但是中国学生人数连续第三年下降 这反映了一种逐渐的趋势转移 随着国际关系转韩 以及英国和加拿大院校的竞争力增加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兴趣减退了 参与这项新研究的官员还认为 疫情期间亚洲的长期旅行限制 也是人数减少原因 尼泊尔政府11月13日决定 禁止广为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ikTok 称他破坏了该国的社会和谐并传播 尼泊尔电信管理局 已经向该国网络服务提供商下达指令 要求停止TikTok服务 尼泊尔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长瑞哈夏尔玛称 在尼泊尔境内 TikTok已经成为传播仇恨言论 和影响社会和谐内容的手段 尼泊尔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四年里 该国共记录了1600多起 涉及TikTok的网络犯罪行为 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提到 尼泊尔政府上周刚刚发布了 2023年社交网站运营指令 法规要求有关公司 需要在法规生效的三个月内 在尼泊尔设立办事处 或任命协调人员 并在通信与信息技术部注册 截至当前 TikTok暂未对尼泊尔的禁令发表评论 TikTok此前表示 此类禁令是误导性的 并且是基于对TikTok的误解 中国计划向乡村城镇化 及经济适用房项目 提供至少1万亿元人民币的 低成本借贷 这是中国当局 为支撑陷入债务危机的 房地产业的最新举措 彭博社星期11月14日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中国的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将分阶段通过政策银行注资 最终让资金流向家庭 用于购买房屋 官员们正在考虑的选项 包括被一些人称为 直升机撒钱的 抵押补充贷款和特别贷款 不过 抵押补充贷款项目 是一个有争议的工具 2014年 央行首次使用这一工具 来扭转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但该项目后来被严厉批评 膨胀了二三线城市的 房地产泡沫 随着微房改造项目的结束 央行2019年 基本上停止了提供 新的抵押补充贷款资金 去年银行曾短暂恢复 使用该工具 以帮助政策银行 为基础设施开发 提供融资 在当局这次 重新使用该工具之前 北京上个月宣布 一项非常规的财政刺激 包括通过发行 一万亿的额外主权债券 国债来提高财政预算赤字 中国为刺激消费 改善房地产业的低迷状态 最近几个月 推出了多种政策措施 放宽了贷款限制 并增加小企业的税务优惠